接下来针对细胞壁做说明 细胞壁在细胞的外面 它的功能叫保护细胞 即维持细胞形状 而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细胞壁 像细菌原核生物的细胞壁 是主要成分泰菌糖 植物的细胞壁主要成分纤维素 增菌的细胞壁主要成分几丁值 所以它们都是不同生物的细胞壁 不同的成分 但这些成分不论是泰菌糖 纤维素还是几丁值 它们全部都是结构性多糖 这些都是多糖分子 只是它们的官能基不同 让它们变成泰菌糖 纤维素请丁值 其中泰菌糖的糖记得 请用有字编的糖 因为它有很多种结构 都叫做泰菌糖 好 计划并我们就说明到这里